欢迎各位观众再回到我们《醒报财经台》 那么我们刚刚在这个私底下呢 跟野兔小姐我也请议她了 就是说今天我们跟一些国家在签署这个所谓的FTA的时候呢 每一个我们的贸易的这个对手国 他也会去看他值不值得给我们签 因此在这个状况下他会定一些他所需要的条件 刚谈到欧盟他五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跟其他国家签FTA 当然看到了我们跟大陆跨出了ECFA这一步以后 使得我们有机会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加分效果 当时这个草的或讨论的沸沸扬扬的 看起来ECFA是绝对是正面加分 那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大小 第三个是未来的发展性 还有目前的贸易障碍 最后一个呢是谈到说 他签署之后的原签署国 他是不是有使得他 该国呢有所谓的优惠留损 那他如果因为签了而使他损失了 可能他觉得意愿就不强了 因此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五个条件我们台湾有没有呢 当然我们自己要把这里修好 人家自然就会跟我们签了 也就是如何将来如何去很快速签的一个主要因素 最后我只是想请教我们三位 拦得起来的专家学者 我想请教就是我们现在 当然FTA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民众到底有多少的认知 我们不知道 那您怎么给民众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心理调试 或者认知的看法 甚至如何给政府一些政策建议 我先是不是能从我们学者角度 您讲一下好吗 我想签这个FTA 就由前面我们两位那个 我们政府官员都提到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那我想在短期内 可能我们要做到 就是说所谓的趋吉避凶 那趋吉避凶的做法 我是做一个建议 就是说像其实现在目前很多的电子厂 像鸿海 它在捷克跟芬兰 就是欧盟的体系里面 它就已经有设厂了 那么这个还有呢 我们像华硕 英雷达 还有那个大同 那么这些企业呢 都已经到欧盟去设 那么这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跟我们前一段 有我们的那个专家有提到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来签订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 所以他们就可能就已经先克服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巨大 那巨大就是捷安特 那在欧洲里面它在荷兰已经设厂蛮久了 那大家知道说它设这个厂的目的 也是要想办法打入欧洲的市场 那这个另外还有一家呢 是巨洋 巨洋呢 大家知道它是一些诚意大厂 那么这个在 它在柬埔寨有设厂 那柬埔寨大家知道说 这个东西呢 跟欧盟之间也是免税 它已经有签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运回转进的方法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什么因应的方法 可是呢我就觉得说有一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 尤其在外人投资这一部分 这个地方你去运回不了的 这样像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的那个LED的大厂 像那个欧斯兰 欧斯兰跟我们国内的那个逸光 是就是说它整个技术转移 那另外呢还有英飞林 英飞林呢是转移给 华雅科跟南科 那个台塑集团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欧洲的一个万人投资 在台湾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技术来源 那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还是很努力的 为什么 因为FTA是必一定要签 它现在并不是说 我的市场的贸易问题 是在万人投资 这个部分呢会不会转移掉 所以会不会把技术移到韩国去 那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好 我们谢谢我们这个刘教授 当然他后面讲到一个 其实也算是重点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要让 我们的竞争实力加强 我们的经济的这个层级提高 那我们的整个投资环境都很好 国家风险降低 我想跟我们意愿要签的 当然不只是欧盟 其他的国家 将来除了欧盟这五个条件 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 真的软硬实力 也是一个重要考量 就是我们把自己修好以后 人家就会想来跟我们这个交朋友 就这样 那么刚才我的问题 请教我们杜小姐 那么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政府你有什么争承建议 以及对民众 他的认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 好 首先 从去年我们看两岸在谈ECFA的时候 国内的舆论界 我们的一个感觉是非常的保守 也就是说 譬如说讲到说农业绝对不可以开放 开放了就会国内的业者 造成多大的冲击 那基本上呢 现在我们面临的 其实是我们看到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FTA了 那他们对于台湾 已经造成了一个相当的 一个负面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样去执行 他们的FTA政策 其实整个社会 现在就整个国际环境 都是不断在改变 我们如果说仍然停留在说 我们的国内的市场 是不可以接受外国来冲击的 那我们就会退步了 也就是说 事实上整个世界在快速的改变当中 台湾必须要以更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说 我们怎么样参与到国际社会去 我们的所有的相关规定 要跟国际挂钩 要连结 连结了以后 国际的投资才会进入台湾 那至于国内的本身的很多民众 对于自由化的这个认知 其实也是应该要以一个更开放的态度 因为你没有这个国际的冲击的情况下 台湾就不会进步 只有不断的接受 以更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国际的这些变动的 这些局势的时候 台湾才能够不断的调整 它的产业结构 提升它的竞争力 才能够真正的在国际上 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竞争力 好 我们谢谢杜小姐 其实杜小姐在这方面研究蛮多 就是国际贸易这个部分 所以当然看得也都比较深刻 也都有很好的提醒 那么我们都知道 陀螺不能原地打 陀螺是原地打转 我们不要学陀螺在原地打转 人生要向前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竞争也要向前 因此这个我们讲 各国都已经在这个FTA签署之下 我们一定要开放心胸 那么一定要 要不然的话 我们要转型升级 我们的产业之外 我们跟各国之间的一些贸易往来 一定要用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 不过我觉得台湾当时在FTA里面 有很大的反对声量 主要是两岸的一些关系 有主权问题才会担心农业 担心甚至劳工的引进 大多人来台湾抢工作了 还有一个重要是主权问题 所以我们才提出三步 对不对 不农业 不劳工 以及不主权 不反而主权 这样的概念 好 那么谢谢我们都要解 最后我请我们局长 您最后能帮我们分享 因为本身在这个 当然是国家单位 政策单位里面 你觉得我们政府还有哪些 你觉得当然可以告诉民众的 还在做 而且会做很好 还有也建议一些 给民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好 我想就以我们当年 加入WTO为例子 当年要加入WTO是全民的共识 所以大家全国上下齐心努力 想办法经贸自由化 想办法来努力 让我们国家能够加进加入WTO 那样子我们都还花了12年时间 才进入WTO 原因是 因为我刚刚杜老师也讲过 这中间要很多的条件 那么一夜晚加入者 你自由化成统要夜高 我想加入FTA 就是跟所有主要贸易对手国 来洽签FTA 我相信也是全民大部分的共识 当然ECFA是比较特殊 因为有些牵涉到主权因素等等 两岸的关系 但是跟我们主要对手国签FTA 我相信无论是各党各派 都应该是不太会反对的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部分 我们政府也有决心 我们政府事实上 我们早就在努力来做 我们现在才的方式是 多言阶洽 逐一洽签 我们希望 我们不放过跟任何国家 来洽签的机会 我们也利用各种管道 向各个我们主要贸易对手国 表达 我们希望跟他们洽签FTA的意愿 比如说像欧盟也好 事实上我们经济部 早就在去年开始 我们就派了我们的同仁和长官 我自己本身已经跑了几个国家 跟这些欧盟27个会员国的 每一个会员国 我们去在那边办说明会 让他们知道说 跟我们签 欧盟跟我们签FTA 其实对他们也有好处的 我们采用这种所谓 全面性的草根性的做法 目的是什么 希望建立起欧盟这些国家的共识 我想也得到效益了 像这个月初 欧洲议会就前提通过 说敦促欧盟支委会 要跟我们台湾签FTA 我想这是一部分的成果 但是这是一个方向 我们会持续努力 好 谢谢我们局长 今天局长当然也给了一些定性丸 告诉我们的民众 政府在做事 政府在向前行 各位 那么希望当我们政府帮我们带到 真正有利 而且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好 那么刚刚讲到了 多元接洽 逐一洽前 好 那么其实 我们刚刚今天的重点是韩国 韩国最近我也知道一件事 韩国的DRAM 在政府大力协助之下 台湾没有那个政策之下 这个我觉得将来也要讨论的 就是韩国在很多的电子产业 在政府协助之下 它的竞争实力也会超过我们 因此如果在实力上 我们都在努力 而且不一定赢过人家之下 在国际间的谈判 如果再不顺畅的话 我们真的担惊 我们的竞争实力 会输过竞争对我 好 韩欧签了 台湾政府带着我们向前行 相信政府 那么也希望民众对FTA 有真正的认知 使我们在国际贸易更顺畅 更努力 好 谢谢各位观众 也谢谢三位 谢谢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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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